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iPadOS 15有哪些新功能 在WFT上面展示的这个iPadOS 可能要到秋季正式版才会开放大家下载 不过今天我们就来抢先看一下有哪些新功能吧 这次iPadOS的升级 我觉得又让它更像一台电脑了 包含它的多工模式 备忘录或者是桌面小工具的升级 都让它的实用度大大的增加 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个新功能 就是多工模式 那在WFT里面展示的这个多工模式 你只要点一下萤幕的上方 就会跑出一个选单 然后里面分为三种模式 第一个就是全萤幕模式 第二个是对分模式 第三个英文叫做飘浮 不过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缩小在旁边的感觉 那你可以随时把它画出来使用 而且最棒的就是这个多工模式 可以有非常多组 然后储存在一个叫做shelf的选单里面 那目前这个多工看起来 好像是只能同时开两个app 好像还不能开三个app 然后它也展示说 如果你是在看email的话 你也可以把email放在正中间 就是同时会有三个画面这样子 因为这个功能呢 所以iPadOS也增加了许多键盘快速键跟手势 所以到时候大家可能就要适应一下了 那我自己觉得这个功能对于学生来说 真的太好用了 就是一边你可以上课 然后一边就可以做笔记 或者是你可以一边查资料 一边做报告等等的 虽然说Mac现在就已经有这个功能了 但是我觉得iPad它更强的就是 它可以同时储存非常多组的多工组合 我觉得有这个功能之后 真的就跟电脑的界线有一点模糊了 然后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 iPadOS的新功能 就是它的备忘录升级了 现在这个备忘录呢 针对共同编辑的文件呢 多了许多的功能 像是编辑历史啊 你就可以看到别人已经编辑过哪一些地方 然后现在呢也多了 Tag别人跟标标签的功能 那所有的标签呢 都会集中在目录栏里面 如果你想要查 有没有其他文章里面 也有这个标签的话呢 你就点一下左边的目录就可以了 然后备忘录现在呢 也多了一个功能叫做快速备忘录 英文叫做Quick Notes 我觉得这个功能真的超赞的 就是今天你不管在哪一个App里面 或者是你正在干嘛 你只要从右下角滑出这个快速备忘录 你就可以立刻记下你的想法 写完之后呢你也不用储存 你就直接把它往右下角滑 它就会储存并关闭了 那这个备忘录呢 也延伸到了非常多的地方 例如说你今天在一个网页当中 你可以利用这个备忘录来画重点 然后下一次呢 你只要打开备忘录的这个网址 它就会跳到你曾经画过重点的这个地方 而且不只是网页喔 它也可以记录 其他第三方App里面的连结 在快速备忘录里面 就可以直接打开那个连结 然后在快速备忘录里面呢 你也可以左右滑动 去看其他的快速备忘录 然后最棒的消息呢就是这个功能 在iOS跟MacOS里面都会有 然后下一个我们要讲的iPadOS新功能呢 就是桌面小工具 没有错喔 有使用iPhone的各位 应该都已经习惯这个桌面小工具的存在了吧 现在他们就是解放这个桌面小工具 让iPad在任何的主画面都可以使用 因为像之前呢 iPad它是只能在就是滑到最左边的那一页 才会出现这个桌面小工具嘛 那现在呢它就像iPhone上面一样 你可以把它滑到任何的位置 而且这一次呢他们还为iPad 设计了更大的桌面小工具喔 那我自己觉得非常好用的 像是有天气啊或者是电量等等的 然后在WLDC里面呢 他们也展示了一个非常酷的功能 就是直接把资料夹放到桌面上 你可以直接看到资料夹里面的档案 然后直接取用 我觉得这功能应该要放到Mac上面才对啊 然后包含呢更大的形势力 我觉得在iPad上面也会更好用 因为像是iPhone上面就不太能放那种很大的小工具 就是占了太多版面了 然后这一次在iPadOS上面 也新增了iPhone上面才有了这个App Library的功能 就是之后呢你的App不一定要放在主画面上面 你可以把它收藏并且归纳在这个App Library里面 那跟目前的iOS不太一样的是呢 它在这个下面的Duck 多了一个这个App Library的快捷键在右边 你想要找App的话就直接点一下这个快捷键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到的新功能 就是自动翻译还有文字辨识的功能 最新的这个翻译程式呢 你不用按任何按键它就会自动开始翻译了 就是今天如果你在跟另外一个人对话的话呢 iPad上面就会直接开始翻译 而且呢这个功能也可以搭配多工视窗同时进行 就是你一边呢可以开启别的视窗 然后另外一边就是这个翻译软体 而且现在最棒的就是你可以在任何App里面 选文字然后直接翻译 而且还不止这样子喔 你还可以跟文字辨识的功能结合 就是今天在一张照片上面呢 你看到一串文字 但是你不懂它的意思的话呢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选起来然后翻译 因为之前我还要写捷径来达到一样的效果 那在语言支援的部分呢 现在看起来大部分的语言都可以支援 然后不管你今天是MacOS或者是iOS都可以使用 下一个呢就是全新的Safari设计 我觉得这次的设计真的太美了 就是过去Safari它的网址跟标签页是分开的 那现在呢他们把它融合在一起了 所有的标签页都会出现在网址的左右两边 然后现在呢你也可以帮标签页分组 就是现在我们开网页不是都会一次开好几十个网页吗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帮它分组 其实我觉得它就有点像是书签的资料夹啦 只是它一次打开很多视窗这件事情又更方便了 然后下一个呢我想要讲到上一部iOS漏掉的部分就是 iCloud现在可以指定联络人来帮助你恢复你的账号密码 就是今天如果你忘记密码的话呢 苹果就会寄一个代码给你指定的这个联络人 然后你只要打给这个联络人 它就会告诉你这个代码嘛 你就可以恢复你的密码了 然后除了恢复密码之外呢 现在你可以指定联络人当成你的遗产联络人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账号当成一个遗产 然后传承给你指定的这个联络人 不过我是蛮好奇就是如果你死亡的话 这个苹果要怎么知道你已经过世了 然后下一个呢我们要讲到隐私权强化 就是过去苹果都非常强调隐私权 这次也不例外 那这次呢他们特别注重这个邮件的隐私安全 之后呢有人寄邮件给你 你就算把它打开对方也不会知道 然后对方也没有办法透过email 来得知你的地址啊或者是IP位置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新功能叫做隐私权报告 就是它里面会写说过去七天 有哪一些APP使用了你的相机啊 或者是存取权之类的 或者是这个APP有没有偷偷上传你的东西啊 或者是跟一些网站有往来之类的 这一点呢我就非常不懂 因为我常常就是已经把麦克风关掉了 可是像是IG啊或是Facebook 他们还是可以显示我刚才对话内容相关的广告耶 就不太懂为什么他们明明就没有麦克风的控制权 所以我反正还是可以听得到我讲话 另外呢这边要补充一下在最新的MacOS Monterey里面 你的iMac、MacBook跟iPad只要摆在旁边 你的触控板或者是滑鼠就可以跨装置操控 甚至还可以直接移动档案 然后跨两个装置都是可以的 所以iPad上面也出现了游标 完全就已经是一台电脑了 所以如果你同时拥有iMac、MacBook或者是iPad的话 之后在跨装置操控上面真的会变得非常的方便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iPadOS的新功能 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呢 那另外呢你最期待哪一项新功能 记得在留言区告诉我 那我自己最期待的功能应该就是分工模式吧 就是你可以同时有好几个App在执行这样子 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与点点栏目 incense 板ci Lyndить 貫RLichrodと一起记赏 WANG сначалаWould不会找 føпdate 给 epo outer viewer 这个名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